要说这螃蟹意想不到的产区 还有宁夏 意不意外 而且人家产的还是海蟹 宁夏离海可有点远 这海蟹的山海情 会不会水土不服 别担心 也别不信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张牙舞爪的大家伙 就是青蟹 原本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大海 但是几个月前 却坐着专机千里迢迢 来到盐池 成为了这儿的新居民 刚来的时候有硬壁大小 现在都已经长到这么大了 青蟹的生长水域 要求盐分的浓度 通常在千分之十以上 而宁夏盐碱地的盐分浓度 普遍不足千分之八 怎么让这些新居民 克服水土不服呢 这就需要专家来想办法了 它这边就是碱性太高 撇植却能达到9左右 我们把它调到了8.6以下 能适合青蟹生长的一个撇植 另外就是离子 有的高有的低 把它要调节一下 99.2 咱们的养殖的尺寸和重量 和沿海它的本土产地的 生长速度基本相当 这次捞出的螃蟹 平均重量在三两左右 最大的已经达到半斤左右 再养上20多天 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咱们的青蟹呢 现在可以卖到120到150一斤 青蟹丰收 忙碌了一个夏天的农户们 也有幸成为了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来来来 干杯 蟹来了 明年预计可能在这个基础上 再扩大50亩到100亩 咱们一起干一杯 然后预祝明年有更好的成绩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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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